大家好 又是我一起看加拉泰书的时候 今次我们第二科 我们延续上一次的主题 就是加拉泰书难明的三大原因 今次是第二部分 我们今次看的经文 就会是一章十一节到二章十节 我们上一次看了有三点 第一点就是 我们很容易把保罗讲一些很特定的事 因为是加拉泰国区的教会所发生的事 我们就很快就当是普世性了 而第二点就是我们的神学观体的强 一读到那些经文 可能跟某些神学观有关 我们马上就跳到神学那边 我们完全忽略了经文所讲的事 而今次我们来到第三点了 第三点就是我们忽略了作者的经历 所以今次整堂就会看一下 保罗到底经历过什么呢 导致他你看到他社加拉泰书的时候 其实很个人化 也都有情绪在里面 那到底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我们明白保罗 因为我们一路读他的书信 自然就会在自己的脑海里面建构他的一个形象 但是他的形象到底是怎样的呢 因为为了增加收视的缘故 你看到我的封面都是用了一个比较西方化的保罗 两幅图比较一下 你现在看到在左边就是我们上一课开始用的那个保罗 那个来自文藝复兴时期的早期 大概是十四至十六世纪的 然后在右边你会看到另一个保罗 就是最早期保罗的肖像 就是在以忽所的一个山上的一个石屋 其实是一个山洞来的 那里有壁画 那壁画你见到虽然两者很相似的 你见到保罗的发型就是干了头中间有一执 你见到这个象都是中间有一执的 胡桑也是这样的 他也是胡桑也是这样的 但是因为透过文藝复兴时期那种的雕塑手法 而且他是按着一个欧洲人的格式来挑割保罗 所以自非然挑了出来都有一种西方的气味 但如果你看到这幅壁画的 那就像一个中东人了 而我们今天仅有的关于保罗外貌的描述 就是来自这幅壁画所描绘的一本 叫做《Acts of Paul and Tegna》 那幅壁画来自五至六世纪的 但是这个故事是来自二世纪的 就是说到这一边就是那个女子听保罗讲到 保罗举起两个手指代表着基督的神圣和人圣 然后这个女子的母亲就在听着 这个女子结果就听了保罗之后 就拒绝了她的未婚夫就不再嫁了 就决定跟随保罗像她那样去传道 结果她妈妈就生得不得了 所以保罗要做她的事的确是挺艰难的 犹太人那边不讨好 外邦人那边其实都不讨好的 这里讲到保罗的外貌就是有这样的描述 就是讲阿尼释弗 提摩太后书那边有提过的 这个家庭是保罗的朋友 就算保罗在罗马坐牢的时候 他都去找保罗的 这本书有这样讲到 他这个就是阿尼释弗 就说看到保罗来到 当时在去二个年 他的身材矮小离头 然后是挪圈腿 那我就不知道是什么来啦 就是挖了她的脚 然后就看着健壮 眉毛相交 眉毛相交之后 它是两颗眉是黏在一起的 然后鼻子相当长 长满有恩典 那就是这个保罗的描述 所以当我们一直读保罗书信的时候 是不妨找回一个肖像 或者想象回一个保罗 是我们比较陌生的 这样我们才可以重新认识保罗 好了 关于保罗 我们可以问一下问题 保罗他最初还没认识耶稣的时候 叫做素罗 素罗当然是以色列第一个王 是Sha'u 而接着应当就是他传了福音给一个人 而他就拿了这个人的名字叫做Polus Polus应该叫做小 秒小 所以由一个王的名字变成秒小 我们明白素罗或者保罗 我们必须问这些问题 第一条 当时其他的信徒 怎样看素罗或者保罗的呢 今天我们当然是 我们明白基督教教义 我们一定找保罗书信 尤其是罗马书 因为我们马丁路德那边下来 但是最早期的信徒 会怎样看素罗或者保罗呢 如果当时的信徒 想了解耶稣和他的教导 他们会信任素罗 还是其他的使徒呢 跟着素罗或者保罗 他是为何这么热切地去残害教会的呢 为何宗教领袖 没有好像保罗他的经历的呢 对于保罗来说 在大马色路上 到底他经历了些什么呢 而保罗有些什么经历 是仕途没有的呢 而为何保罗那么紧张 加拉太宗教会里面发生的事 似乎其他的仕途都没有那么紧张 我们就在这一堂 不会逐一条去回答的 不过当我们去传召两个的见证人 两个见证人 当然首先就是保罗他自己 藉着加拉太宗我们这次焦点的经文 看看保罗自己怎样说 然后我们会再看 斯罗行传路加的描述 我们仔细看保罗 自然你就会看回问题的时候 你会得到答案的 我们会看加拉太书一章十一到十七节 但是当读的时候 我们千万不要忘记 保罗写这本书他的原意 他的原意就是要向加拉太宗教会 讲明他的教导是有分量的 他的教导是可信的 他的教导是真实的 因为他讲过 他稀奇这么快就离开他的教导 去听从别的福音 所以他是为自己的信息辩护 第十一节 弟兄们 我告诉你们 我素来所传的福音 不是出于人的意思 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 也不是人教导我的 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 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 怎样极力迫不残害神的教会 残害这个字是destroy 即是要他不再存在 这个字一会再出现 我又在犹太教中 比我本国许多同税的人更有长进 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 然而那把我从母福里分别出来 又施恩召我的神 既然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心里 叫我把他存在外国人中 我就没有与熟血气的人商量 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 给我先作仕途的 唯独往阿拉伯去 后又回到大马式 我们先看一看这一段 首先你会留意到 第十四节他说到 他先前是为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 那就是tradition 就是那些的传统 那到底是什么来的呢 这一本的解经书就是 我们上一课已经介绍了 里面就这样说 他说祖宗的遗传就是traditions of the fathers 是新约时期仕途的术语 指的是后来我们就称为口传托拉 即是口传传统 例如密士纳经等等的住宅 几个世纪之后 这些祖宗的遗传 就被收集整理成为塔木得经的文献 那就是说呢 当保罗当年社交太书的时候 讲过祖宗的遗传 其实就是等于我们今天 讲的塔木得经 塔木得经就是说 是历世历代他们的老师的教导 称为法利塞仁的教派 坚持这些传统 并由老师口头传授给门徒 当保罗说他在犹太教中掌进热心 推动祖宗的遗传时 他不是说我曾是一个死守律法正统犹太教徒 但自从耶稣之后我抛弃了这一切 不是说这些 而是说他很热心去持守着他们祖先的遗传 即是说在他保罗那一代之前 其他的先言他们怎样解圣经 他们怎样教导 在某些圣经故事他们的讨论 保罗是对这一切非常非常热心的 是要保留这些的 当这段经文讲到犹太教的时候 那个犹太教我们就不要想今天的犹太教 因为我们想今天的犹太教 我们就会将基督教和犹太教分好开 而当时保罗讲的犹太教 其实是基督教的根源 这个字本身就是解造信仰和习俗的一个体制 即是说一个信仰系统里面 已经有他自己的文化 甚至乎有他自己的语言 在这个教里面 这个系统 这个体制里面的人 就会按着这些文化习俗 他们的教导和规则 大家都认可的价值观 就要这样生活 刚才保罗讲到他去了阿拉伯 留意就是我们不知道他去了阿拉伯多久 因为后来他就由阿拉伯回到大马式 而在阿拉伯多长 我们不知道在大马式 就有三年 接着他就要离开 离开的时候 还要在城墙的窗口 用篮子倒下去 稍后我们会看看为什么他需要这样做 阿拉伯这个名字 对于当时住在第一世纪的犹太地区的人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世纪的犹太历史学家 约瑟夫提供了非常正确的答案 就是从耶路撒冷一座塔向东望 可以看到阿拉伯半岛 即是在死海南边 更具体来说 其实他就是沿着罗马敘利亚行省南部边界 延伸到希律的领土 佩特拉就是Petra 就是阿拉伯的皇城 因此他有个名字叫阿拉伯佩特拉 或者是属于佩特拉的阿拉伯 然而这座群山环绕着的城市 是纳巴泰人纳比奇尔斯 他们的首都和主要的城市 因此又被称为纳巴泰人的阿拉伯 一说起纳巴泰人 纳巴泰人 大家可能会想起大喜论 因为他的母亲就是纳巴泰人 现在你看到这个地图 大概那个位置就是耶路撒拉 这里有一个塔望向东面 就会看到之外 由这一区一直到来 Petra 就在南边 这一区就会当年称为阿拉伯 保罗就来了这一区 去了多久我们不知道 然后在哥林多后书 我们看到保罗再提起这件事 在大马式阿尼达王手下的提督 把手大马式城 要捉拿我 我就从窗户中在康子里 从城墙上被人垂下去 脱离了他的手 好 想到底这个阿里达王是谁 原来阿里达王就是纳巴泰人的一个王 纳巴泰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关系 就是非常崎嶇 略略跟大家讲一下 虽然戴希律的母亲 是纳巴泰的名门望族 但是后来戴希律和纳巴泰人打仗 虽然最后都得胜 但是死伤惨重 当希律死了之后 纳巴泰人协助罗马敘利亚的总督 残害和镇压犹太叛变者 为了缓和两批人民之间的紧张关系 希律安提帕就娶了纳巴泰王一个女儿 大概是公元23年 希律安提帕就与纳巴泰王的女儿离婚 然后娶了她同父义母兄弟肥力的妻子希罗底结婚 这件事在《新约圣经》里有记载 而施洗约翰因为批评希律安提帕的婚姻 结果被希律收监 最终被斩首 当时纳巴泰王以有争议性的地界作为藉口 攻击加利利以报复她女儿的恥辱 即是说保罗去到阿拉伯她肯定不是找自己的同胞 因为纳巴泰人依然对于犹太人来说是非常负面的 两边的关系也都非常紧张 为什么她走了去那里呢? 然而去了那里所做的事是做了些什么? 导致三年之后她离开了在大马昔三年 那个王都还要去追她去找她去拘捕她 结果她就在城墙那里有个窗盘 借着个揽子就逃跑 到底她在阿拉伯做了些什么呢? 我们不知道 我们只能估计就是她按着她当时的身份 她是犹太人 而且在犹太教里面她是一个冒起的身受 而且是近乎领袖的材料 然后突然之间走了去纳巴泰人的地方 一定会被纳巴泰人误以为她是一个奸细 是一个间谍来查他们 不会有好东西的 所以这个王就会这样追杀她 是一点都不奇怪的 好了,我们就解释了这一段 还有一句是第十五节 这里 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 又施恩召我的神 为什么要追到那么远 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呢? 有很多时候弟兄姊妹就会这样看 哎呀,以往我走了很多冤枉路 我走了去信这些信那些 一直都不认识耶稣基督 最终我就现在认识了 保罗都会是 是吗?她一开始就已经在犹太教的家庭长大 她已经在当时的犹太教 而且读信当时犹太教他们的先言的遗传 然后一路这样成长 一路这样爬上去 最终是不认识耶稣 直至在大马式路上才遇见耶稣 才能够扭转整个的情况 所以她可以看 就是好像很多弟兄姊妹都这样看 哎呦,我白费了这么多年的光阴 但她不是这样看 她就看她是需要经历过这些 这么负面的经历 然后才真正能够认识耶稣 以及去欣赏到耶稣所做的事 而且更深明白耶稣在做什么 即是说她不会看她在犹太教的日子 是有任何浪费的成份在里面 所以她会看自母福 上帝已经将她分别出来 那不奇怪的 摩西也是的 上帝这么重用的人 要她去受训练 送去哪里受训练? 送去埃及受训练 跟耶和华神所教导的东西 是很多东西相反的 单单埃及的众神明 就已经完全不是圣经所教的 那为什么这么重用的人物 上帝藉着他去赐律法给他的子民 为什么这个摩西会在埃及那里长大 受埃及的训练呢? 那现在我们看到就是保罗在犹太教 是要保持他在那边 一直直到主耶稣復活之后 他就开始认识耶稣才整个人扭转过来 好了我们继续下去第十八节 过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和 他同住了十五天 至于别的仕途除了主的兄弟雅各 我都没有看见 我舍给你们的不是荒话 只是我在神面前说的 以后我到了敘利亚和基利加境来那时 犹太信基督的国教会 都没有见过我的面 不过听说那从前迫白我的 现在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真度 残害这个字就是先前出现过的毁灭 那个词来的 他们就为我的缘故归荣耀吸神 我们可以见到保罗和其他仕途之间的关系 本来他是一个关键的敌人 然后突然失踪了三年多 然后他就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 和基法同住了十五天 然后消息就在犹太的信徒群体当中盛传 那从前迫白我们的现在全阳 他原先所残害的真度 为什么没有见过他的面 他在这里在敌利亚基利加境内 其实是很大的范围 即是说今天的土耳其的南边 即是敌利亚的西北边 那连着敌利亚其实是很广泛范围的 他去到这些地方 竟然是没有遇过基督的国教会的人 没有见过他 那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 继续下去就是二章第一节 过了十四年我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 并带着提多同去 我是奉启示上去的 把我在外帮人中所传的福音 对弟兄们曾说 却是背地里对哪有名望之人说的 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途延奔跑 那这里很明显我们看到保罗 是将他自己看在其他仕途之下 即是说他今次奉启示耶和华神叫他去 然后将他所传的福音 就给众弟兄知道 就是那些有名望的仕途 然后就是恐怕他途延奔跑 即是万一他传错了 他做一切都变成枉烈 但愿我和他的提多 虽然是欺利利人 有没有勉强他受割礼 他就回这个割礼的情况 就说到当时整班的仕途 都没有逼他受割礼 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 即是说要人这样受割礼 才去跟随耶稣成为耶稣的门徒 如果你有这样的要求 你是假弟兄来的 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 要叫我们作罗伯 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量 纯服他们 纯服他们就是说他们这样做 就不是说他们有一个很特别的领袖 一定要行国礼 而是他们这样做 就好像将他们的权套在你之上 即是你要服从他 听从他的话 你得到耶稣的启示都不够 他们所说的是更有权威 所以你一听从 就变成他们的罗伯 是一个权力的斗争的问题 唯要叫福音的真理 仍存在你们中间 至于那时有名望的 不论他是何等人 都与我无干 神不以外貌取人 那时有名望的 并没有加憎我什么 眨眼看好像保罗 就不是很看得起那帮有名望的人 但稍后你就会知道 到底他在说什么 这里讲过了十四年 就是保罗大概去到公元四十四到四十七年 保罗那次回耶路撒冷 是为了周制穷人 即是说这次就不是耶路撒冷会议 耶路撒冷会议 要去到加拉太书 乘书之后才开会议 在这里他是周制穷人 但同时他就希望做了这一件事 因为神叫他这样做 将他自己传的信息 去找那帮有名望的仕途 看看是否和他们所传的一旨 加拉太书第二章七节 反倒看见了主 托我全福音级那未受割礼的人 正如托彼得全福音级那受割礼的人 即是说前面讲到 没有加添什么 即是说那帮仕途 看保罗所传的 是合格的 可以接受的 然后只不过分工上 保罗就去外帮人那里 而仕途就留在犹太人当中 那感动未得叫他为受割礼之人 作仕途的 也感动我叫我为外帮人作仕途 所以之前他去了阿拉伯 就是找那些奈普天然 那些外帮人 又知道所伺给我的恩典 那称为教会处石的 雅各基法若翰 就向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商交之礼 叫我们往外帮人那里去 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 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 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 纪念穷人 那刚才我讲的《戒经书》 他就说有可能是在当时的犹太信仰群体 一个中牌就不是说很多很多的穷人 但我又不能够完全接纳了这一点 因为刚才我们讲到 保罗今次上耶路斯兰就是要周制穷人 因为当时有旱灾 所以我就觉得未必是只过一批 因为当时穷人实在是多 而纪念那个字就不是说你就这样记得 而是有所行动的 这里讲到的右手商交之礼 查过很多的《戒经书》 但没有哪一半有很合理的解法 我想这里最合上文下里 即是说保罗所说的是蒙士徒们所越纳 而士徒们也接纳他是主耶稣使用的一个人 只不过在分工上是大家向不同的群体 然而大家彼此之间都是属于耶稣的 就这一段我们可以作出有以下两个结论 先看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在当时的信徒眼中 要认识耶稣和他的教导 当然首选是一帮士徒们 所以有名望 所以是讲到教会的柱石 因为这帮门徒是跟随耶稣 而保罗根本就没跟随耶稣 他曾经还是敌人 想了解耶稣和他的教导 当然就是找士徒们 所以和今天学术界的讲法是相反的 今天要明白基督教 你不会去找士徒 你去找保罗和他的书信 然后就觉得那帮士徒所说的 全部是给犹太人 保罗才是向外邦人说话 所以当我们读佳太太书的时候 我们要记住的情况是刚刚相反的 下面就列了一些经文去支持我说的 另外一个结论就是这样 17年以来保罗一直传扬 从主里面领受的信息 他说过没有和熟血气的人接触过 曾与基法同住15天 当时基法就是彼得 是没有质疑过保罗所传的信息 而保罗去到耶路撒冷 向士徒们陈述自己所传的信息的时候 士徒们也没有添加什么 那就是说我们可以作一个这样的结论 保罗这一段到底他想说什么 我们不要忘记他写这封信 那个原初的意思 要向那帮信仰群看 如果你记得的话 上一堂我们讲到六类的人在会堂里面 那就是现在呢 我们分了是美那三样 就是说是信了主 而且归依了犹太教的外邦人 那些是第五行 然后呢 就是本来是称为敬畏神的人 就是说他没有经过割礼 他没有走过这些归依犹太教的仪式 只是一个外邦人 而保罗呢 就听到第五类呢 就在逼着第六类 而保罗的分析底下呢 就不是因为为了什么真理的坚持 只是一些权力的问题 想将自己的权套在人家身上 逼人家去就范去听他话而已 保罗是为自己所传的信息辩护 他在这一段到底说了些什么呢 我们可以这样归纳 一个曾经站在敌方位置的人 可以跟随耶稣的仕途们 在没有交流底下所传的信息 是完全一致的 你说是不是奇妙呢 而这样的情况证明什么呢 证明了主耶稣是活着 而且主耶稣也都亲自挑选了保罗 成为他的仕途 所以在一章一节 保罗会这样说 作仕途保罗 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 乃是借着耶稣基督 与叫他同死女复活的父神 好了我们转一转地点 我们现在回到耶路撒冷 我们就去到在圣殿山的广场 在北边向着东走出去 你会见到在这一道门 就叫做今天的狮子门 因为在外面就黑了两只狮子 就不是耶稣士奇 当然 在耶稣士奇这里有道门 这道门也都被称为聖士提反门 因为在这里走出去 就是士提反殉道的地方 今天就有这间教堂 就是希腊东正教教堂 记得士提反就是被人推到山崖 又在那里拿石子去扔他 然后他死的时候 所说的东西 就像主耶稣十字架数所所说的一样 那橄榄山就是这边 这边摩大拉马尼亚的教堂 然后喀西马尼园就在这里 当士提反将要殉道的时候 当时的场景是怎样的呢 我们看一下士路行转这段经文 第七章五十七节 众人大声叫哭 呼着耳朵 齐心涌上前去 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 作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 名叫素罗的脚前 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 司提反呼吁主说 求主耶稣收纳那些灵魂 又跪下大声的喀着说主 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 说了这话就碎了 苏罗也喜悦 他被害 这里是司提反所说的 求主耶稣接纳我的灵魂 和主耶稣说 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 是有些不同的 因为主耶稣说 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 主耶稣有主权 而这里求主耶稣接纳我的灵魂 就说司提反没有在自己的灵魂上的主权 所以两者是不一样的 而第五十八节那里说到 当时司提反将要受害的时候 是有一个少年人 很多人都将他衣裳 放在这个少年人的脚前 到底这里是为什么呢 这个故事就是 跟我们刚才说到加拉太教会的故事 就要到达17年了 当时司提反殉道的时候的场景 少年人这个字是希腊文 是Neanias 这个字可以解决一个男子 青年男子的青春期 青春期大概是9至14岁 然后一直到他结婚前 结婚可以一直到二三十岁等等 即是颇长的一段日子 保罗当时就是这个年纪 是非常年轻的 那到底为什么那些人 会将衣服放在他的脚前呢 那有本《戒经》书就是这样看的 如果路加斯林转 第七章五十八节里面说到 放在哪个人的脚前呢 而先前是有用过这样的描述的 就在四章三十五节 三十七节 和五章一节 那里就是说那班的信徒 就他们变卖一切所有 就将他们的钱 就放在仕途的脚前 那如果这两个图画 可以放在一起去看的话 即是说当时有许多人就认定保罗 虽然是很年轻的一个人 就认定他是他们的宗教领袖 那所以就将他们的衣裳 就放在这个宗教领袖的脚前 好似其他跟随耶稣的人 都会将他变卖了得回来的钱 放在仕途脚前一样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行动呢 就是扫罗当时在残害教会 和当时仕途所做的事 是刚刚成了一个很大的对照 我们看看《士囊转》第九章 苏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痛 威客凶杀的话 去见大祭司 求文书给大马式的国教会 若是抓着信奉者道的人 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 带到耶路撒冷 苏罗行路将到大马式 忽然从天上发光 四面照着他 他就扑倒在地 听见有声音对他说 苏罗苏罗 你为什么逼白我 他说主啊 你是谁 主说 我就是你所逼白的耶稣 起来进城去 你所当作的事 必有人告诉你 同行的人站在哪里 说不出话来 听见声音 却不见人 苏罗从地上起来 睁开眼睛 竟不能看见什么 有人拉他的手 令他尽了大马式 三日不能看见 也不吃也不看 如果你放你自己 在保罗的位置 你会想些什么 你经历到一件这样的事 你会想些什么 我们可以这样分析 凭着我们刚才 用保罗自己去描述 他自己的经历 加上《士路行传》里面 描述保罗 遇见耶稣的那一刻 我们看一下 保罗经历了些什么 第一件 就是基于《卡拉太书》一章十三 我们可以看到这件事 就是《苏罗热心地残害教会》 为什么他会这样做呢 首先我们要明白 保罗和苏罗这个人 他不是我们平时 听开那些假冒为善的宗教领袖 因为在《肥立比书》 他曾经这样说三章五节 我第八天受国礼 我是以色列族 辩雅敏之派的人 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 就律法说我是法尼塞人 就热心说我是逼白教会的 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 即是说他是非常优秀的 内心是完全真诚的 他在迫害 他在残害教会的时候 真是以为在服侍上帝 他是真心的 因为他认为当时耶稣和他的门徒 是对当时的犹太教是有威胁 然后再下去了 蘇罗热心于祖宗的遗传 那我们今次这一段 有看到一章十四自加拉太书 蘇罗他在建立的是犹太教 他在这个体制上面不断向上爬 那这些就是他们祖宗一路流下的解经 他就憑着这些解经 持守着这些解经一直建立整个宗教体制 而在这个体制上面 不断向上爬 开始很多人认定他就是领袖 而他去大马式 就是想在这个体制里面 从大祭司的手中得到更大的权 可以去拉那里的信徒 就拉回去耶路撒冷 所以他是很希望他所做的事 是得到这个制度的认可 但结果他在大马式路上遇见主的那一刻 他就发现他一生人的努力 一世人所做的事 虽然他是非常聪明 但在那一刻他都要想 因为他是真心的 他都要想 为什么我这么努力 我做的一切竟然是事与愿违 是跟我原初最先的原意是相反的 我原本是想着服侍我的上帝 我一做一切都是为我的主 但现在结果呢 我是在敌对着神 还在逼迫着耶稣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 为什么我所做的一切结局 是会这么事与愿违的呢 如果你把你自己在素罗或者保罗的位置 你会怎样看你自己所做的事呢 大概会是这样的 从保罗的角度来看 他是怎样成为上帝的敌人的呢 记住他真诚他开始的时候 他不是这么想的 所以第一样就是 他错信了祖宗的遗传 就是他以为那些历世历代的解经 就是一定正确一定对的 他就读信那些 而且是最深将那些 继续传下去 用那些的教徒来建立整个宗教系统 但是没有想过呢 这些可能会出错的 他也都信错了宗教领袖 就是想着 那么好的体制里面有那么多的领袖 难道个个都不好 他自己都很渴望做一个宗教领袖 所以他当时错信了宗教领袖 也都错信了整个宗教制度 他就是将希望放在一个制度里面 就不是放在神身上 他也都希望得到体制的认可 就不是得到神的认可 这个是他在大马式路上这个经历之后 他可以有也都应当有的反思 所以今次我们看到这里 我们可以作一个这样的结论 我们将这三点看完 第三点就是我们要明白加拉太书 你必须要明白保罗自己经历过的事 为什么他这么热 要加拉太教会里面 某些人不可以再逼那些外邦人行国礼呢 为什么他这么紧张呢 好像我们的角度去看 行国国礼有什么问题 信主可以继续信主的 但对于保罗来说 你现在明不明白他见到什么 他见到的就是这样 因为发生在加拉太宗教会的事 第二 第五批的人 要迫第六批的人去行国礼和守折旗 好像他们这样 其实他们就是在做什么呢 他们就是信错了人的遗传 他信错了一些所谓的领袖 他信错了一个宗教制度 也都将自己的希望放在人那里 而不是放在耶稣身上 那些人为什么会就范呢 为什么愿意行国礼 因为他很想得到制度的认可 而不是得到神的认可 即是说这班人 在加拉太宗教会这班人 就算信了耶稣 他依然在走保罗那条旧路 是完全得过吉的 是不认识上帝不止 所做出来的事 你越热心你就越得罪上帝 甚至逼害耶稣 和残害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 但你的内心就以为是服着神 所以他很紧张 不想这些人这么辛苦 终于可以认识耶稣 终于可以真真正正的明白 我们自己的造物主 现在竟然杀出一件这样的事 他们全部走回我以前的旧路 所以这些经历是其他士图没有的 其他士图不是宗教制度出来 他们打鱼的 很多都是 而保罗正是经历这个翻天覆地的改变 从前一生的努力 原来结果做的事是事与愿违的 现在终于得蒙主耶稣 将他救回来 完全扭转他的想法 现在突然间这帮加拉泰教会的人 又再走回保罗的旧路 所以他就这么紧张